进入26岁的吴亦凡也开始退去青涩 尝试帅气不羁的情熟男路线 日前小酷帅先目击了凡凡为杂志拍摄最新大片的画面 被帅的不要不要的 最终还是决定拿出来跟粉丝们分享是不是好伟大 当天吴亦凡凌晨三点才到达摄影棚 车上还有一堆行李似乎是刚从外地回来 吴亦凡凡真是太辛苦了 小酷也不禁流下了心疼的泪水 不过吴亦凡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作息 显得精神意义毫无疲态 只见他身穿驼色高领打底搭配印花外套 一顶黑色礼帽还有一缕装饰搭载额前 最重要的是这次拍摄 吴亦凡的手中多了一件熟男必备小道具香烟 夹在手中傻酷偶尔拿起来抽上一口 吐出一个销魂的烟圈 每一张动作都是一个完美画面 看着熟练的动作和架势 吴亦凡多半也是滋身烟鸣 小酷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就这样吴亦凡凡很快就轻松完成了拍摄工作 碰到这样好拍的爱豆 摄影师们都要笑死了 于是一群人愉快地收工 吴亦凡换上运动装私服 迅速上车回酒店 上车时还差点摔倒 估计是已经困呆 不光精神上受到睡魔摧残 为了保持好身材 凡凡的夜宵竟然只有水果 虽然种类丰富 但水果毕竟只是水果 就不能多准备点好吃的吗 有苦全于乐 凡凡是不是饿得慌 小酷给你做面汤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